可能人最傍旺的事件是 不是病人本身而是 他不知道自己發生甚麼事 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我覺得我們風室科醫生 可以幫助病人的就是 用我們的專業知識 告訴他他身體發生甚麼事 一些比較複雜的症 或者比較困局 病本身是這樣的 但是也會有很多的治療 也可能會給予很多副作用 我們做風室科醫生 其實就要幫助病人走出這個困局 本身自己是比較喜歡想事 所以風室科很多時候 是會涉及一些自身免疫系統的病 亦都會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器官 很多時候的奇難雜症 都是在我們這一科裏面會找得到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做一些手作的事 很早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知道自己不會做外科醫生 所以都是在內科裏面選擇 結果就發覺這一科都很適合自己 因為自己喜歡想事 喜歡解決一些疑惑 可能喜歡自己去尋找一個答案 而最後找到一個答案 是很有天字性的 風室科醫生和風室科的病人 關係都很密切 因為本身風室科是涉及很多 身免疫系統的病 例如紅斑狼瘡 鋁風室關節炎 很多時候病情可能都會有些反復 有機會可能要有很多不同的事要面對 病人本身 其實很多風室科的病人都會經歷了一段時間 不知道自己身體發生甚麼事 只是知道可能關節會無端端痛 會腫痛 甚至乎有些可能會變形 但是自己會很徬徨 因為不知道自己發生甚麼事 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我覺得我們風室科醫生可以幫到病人的 就是告訴他們身體發生甚麼事 以及他們應該怎樣做 很多人覺得風室科只是老人的病 即是老人老人家才會有 但其實我們很多的病人都很年輕 因為我們看很多都是自身免疫系統的病 另外痛風的病人都會越來越催年輕化 可能二十多、三十歲都已經會有 所以我們科其實是看很多 就算是年輕、中年都會有的病 就不只是老人科的病 很多時候這些年紀 就不希望自己會有一些長期的病 所以很多時候一開始都很難接受 所以都要用我們的專業主識去告訴他們 他們身體原來是發生甚麼事 我自己會覺得除了工作之外 其實都會想堅持有一份自己很喜歡做的事 所以就除了上班之外 都會保持著去打球 本身讀中大 中大有其他校友 其實都是有打開四拍這件事 所以就都聯合在一起 成立了一個香港四拍總會 希望在香港都可以宣揚這個運動 比方波給我的一個訓練 其實是訓練到我的堅持 就算打比方波 雖然我最後都沒有打全職 但其實一直以來都會有很多的挫折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逆境 其實我在心態上面會給到我很多不同的挑戰 我會覺得對我的人生都很大的幫助 因為都會令到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對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會特別容易堅持去做 那這一份堅持其實都會對於我讀醫 或者是做了醫生 那裏面也是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戰 也有很多汗辣 都會令到我可以渡過到 當時就看到突然間有人喊 就是有人暈倒了 其實平時上班都會經常遇到這個情況 其實就好像做上班做的事 所以都不會特別很緊張 其實都是照常去做 最後就發覺他沒有了心跳 就跟他做心外壓 也做了電擊 之後就有了心跳 都很開心 就是幫到 都是用自己之前平時本身的訓練 或者自己本身的醫學知識去幫到病人 所以都很開心 從這一件事都會覺得 其實都很想讓大家知道 原來這件事其實不一定是醫護人員才可以做的 其實很多時候有人暈倒了 原來有一部心臟的AD機 其實已經可以全身救到他的命 為我們不會說服用的 也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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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